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出登板 12強賽是出登板 那我覺得把它當成最後一次登板 那有機會的話 如果這場能夠贏下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有機會進軍奧運 那我自己拿出表現的話 我相信奧運名單也是有機會可以去爭取的 所以我會特別看中這場球賽 加上大家其實凝聚力真的很好 真的很想為國家拿下勝利 今天來到球場我覺得很反常 我異常的冷靜 我思考都非常的OK 只是開局的話 因為可能會把他們想得太可怕 太巨大 所以投得有點閃 那後來解決到前兩棒的時候 覺得好像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有稍微放鬆了一下 所以往中間方向去投 剛好被打的那一個暗打 可是到後面就是慢慢的進入自己的節奏步調 其實就在掌控之中 努力了這麼久 我覺得當下會覺得 我好像扯了後腿 很難過 又看到這麼多滿場的球迷 那一球一打出去 現場的聲音就是壓缺了 我會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會覺得 我會想找鬥哥球 我覺得就是他今天就是投得很好 對啊 就是比賽就是 無數以後也會有四投球 那那個四球就被他們掌握 我覺得今天前面 我覺得他的表現就是非常好 對 就是做外面本來是一樣 就是持續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還有輕鬆這部分 然後就是 昨天晚上就有去 就是去看影片 然後去了解他們的打者細心 然後今天就是 我們跟投手去 就是 做一個滿好的搭配這樣 對 就是 突然就是覺得 腳已經開始在抽筋了 腳沒有辦法伸直 對 然後覺得沒辦法 就是手 所以下去就會選 對啊 一定會不開心啦 因為就覺得 因為很想贏美國嘛 然後自己也很想贏球 然後 就沒辦法去身體這部分 就是抽筋 我覺得 沒辦法就是 只是堅持下去 因為真的 因為 搭配的這部分就是 他也投得很好 我 就是有大概去了解一些 打者的細心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覺得滿可惜的 大家都盡力嘛 在這一場 像孫豐爺在前幾年都投得非常的漂亮 都有有效的壓制美國隊這樣 那我覺得打線我們也 也做得不錯這樣 對啊 那 就是當然不好的地方 雖然最後結果 可能沒有大家想的這樣子 那 還是要從這個部分裡面去找說 哪裡的缺失 還是要增加強制 來到這裡 我知道投手的球都特別的快嘛 那 只是 盡量縮短自己的揮棒的軌跡 然後 去有效的擊中球 我覺得 這樣 這兩場效果都還不錯 那 可能 明天還是會草這個方法 不錯這樣子 對 目前現在準備通道是還不錯 因為今天 跟昨天 還有前天 昨天有丟到沒有碰 然後今天大概在球場上 自己自我調整一下 感覺 丟球丟起來 還不錯 說明壓力是不可能的 對啊 那 就是盡量跟自己說 不要跟自己說不要這樣 這樣 就是 放盤去投 放盤去做 然後完成這樣 給予的任務 這樣就好了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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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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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